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 你好 我是安斯莉 大家好久不見 怎麼覺得好像很多影片開頭都講這句話啊 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自從我下定決心要拍影片開始呢 就一堆事情在忙 不是說大事真的很閒的嗎 像之前啊 我就有在忙我的畢業門檻 要考多義 那也有忙我的畢業專題 真的超多事情 這次會這麼晚才拍影片 是因為我生病了 那我去住院啊開刀 就花了一段還蠻長的時間 還有休養這樣子 那在休養這段時間呢 我做了一件事情 登登 我開了粉絲專頁 就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幫我去點個讚 那裡面就有很多有關我生病的事情 因為那個時候 就是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然後很多資料也都沒有update一下 就只能一直在講我生病的事情 之後呢我可能會拍一部有關我生病的影片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體 那麼今天呢我就是要來介紹一部 我住院的時候看的一部韓劇 那部韓劇就是 舉重妖精精浮豬 對 我知道這部韓劇真的已經非常久了 我真的不是故意拖到現在才看 因為那時候我生病真的很不舒服 所以我就想說要找一部 可能比較輕鬆好笑的那種喜劇來看 剛好那時候電視上一直在廣告這部連續劇 我看了預告之後發現 欸好像真的蠻有趣的欸 所以就把它找來看了 而且加上我的個性是那一種 我本來就不會去看 就是現在在線的韓劇啊 大家都在討論的那一種 我可能都等到大家都已經熱潮都過了 然後大家都不再講這部韓劇的時候 我才會跑去看 對我就是一個這麼奇怪的人 這個故事是用韓國國家舉重學少張美蘭的故事去改編的 劇中女主角福珠是體育學校舉重部的學生 一天巧悅的小學同學 也就是男主角鄭君亨 她是同校游泳部的學生 你看她這身材 嗚 嗚 欸 你以為這時候你就可以看到一對粉紅泡泡了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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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沒有那麼簡單咧 其實福珠一開始只要遇到鄭君亨頭就大 不是啊 哪一個女生聽到男生叫她小胖會開心的啊 而讓福珠第一次情鬥出開的人 是俊和身為減肥診所醫生的哥哥 因為暖男哥哥 福珠第一次被好好的當作是女人 那身為舉重拳手的他 又想去減肥診所看案件對象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其實我本來是很期待我可以看到一堆粉紅泡泡 然後就變成大熊這樣 結果粉紅泡泡一直當很後面才有 可是呢 這一部真的太多很好笑的劇情跟梗 我那時候在醫院啊 我都要抱著我三口啦 摸著嘴啦 一直偷偷的笑 我真的覺得不知道有人可能入過我病房 想說 欸這裡面是神經病嗎 除了好笑還有粉紅泡泡之外呢 我覺得她有很多劇情是很值得我們去看 但一生都在練舉重的福珠 當然有想像普通的女孩子一樣 打扮漂漂亮亮的讓人好好的把她當作女生來看待 所以當我看到她因為抑鬱而在休息那段期間 真的是看了非常的心疼 就以我來舉例好了 很多人問我說 到底追性的意義是什麼 我覺得這就是我快樂的來源 並沒有說一定要有任何的定義或者是一個說法 但是呢 有時候我就會想說 我這樣追性真的是好的嗎 我真的快樂嗎 就是我做出這樣的付出舉動 他們真的會知道嗎 就有時候還是會覺得很懷疑自己 甚至覺得很不安 這些都是正常的 如果你現在擁有這樣子的感覺 這些都是正常的 因為當你做了某一件事情一段時間之後 你就會開始想說 嗯 真的這麼做是好的嗎 這一切都很正常 你真的不要去覺得自己有問題沒有 絕對都是 所以呢 我就有一段時間 可能會放下這件事情 能不能去做別的事 當我在做別的事情的時候呢 我就會一直想到 啊 我好想看我的idol怎樣 啊 我好想看我的idol怎樣 或說我好想看哪一部日劇 看我喜歡的日本男明星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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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堆想法跑出來 我就會發現說 啊 我最喜歡的還是去看日劇 看idol 這就是我所喜歡的啊 所以千萬不要去否定你自己 也許有一天你感到很疲憊 或是來到了過度期 你就試著把它放下來 去做別的事情 踏踏心 看看外面 也許你會發現 啊 我還是想做這件事情 但如果 你今天做了別的事情 只要發現 嗯 我好像本來喜歡的事情 沒有那麼喜歡了 這也沒關係啊 探索更多你喜歡的事情 人生就這麼短 為什麼要過得不開心呢 有些連續劇就是有這種好處 你不希望花太多心思去猜 接下來劇情會怎麼發展 你就只要好好坐下來 看一下好笑的劇情 笑到肚子痛 看個男女主角放閃閃閃 這樣子也是個不錯的邀遣啊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介紹 如果你今天感到壓力很大啊 心情很不好 我非常推薦去看這部連續劇 因為這太有趣了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表演唱細節